在浙江省宁波市鱼瑶市三七市镇 象奥村施奥自然村西侧山谷中 许多工作人员正在忙碌 他们的脚下便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面积最大 年代最早证据最充分的古稻田 施奥遗址古稻田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管员王永磊介绍 目前该遗址已经发现了距今4500年到6300年左右的古稻田 我们就是从2019年12月份一直到2020年6月份 我们进行了考古勘探 我们把这个土取回去 进行了植物考古的这个分析 它分析了之后发现里边有水稻的这种 像水稻壳这种东西 然后我们基本确定这里是存在水稻田的 现在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主体发掘区 主要是4500多年前的两种文化时期的水稻田 然后下面就是其实我们这探沟里有一部分 有和睦渡文化晚期的水稻田 和睦渡文化晚期大概在我们做过测年 大概在距今5700年到5400年左右 在探沟中 王永磊向记者介绍了不同的土层代表的不同时期 这个就是这种土 如果我们你看我们挖开了之后你看这个土 然后我说这个第三层是两种的水稻田 然后再下边一层有一层发青的 这层青的又是一层自然的淤积层 这就是然后下边又一层发褐色 发深灰褐色的 这一层就是这个荷木渡晚期的水稻田 就是它水稻田最大的特征就是它颜色发褐色 有点你像我们这个时间久了 它有点暴露空气久了 它有点发灰了 它其实如果是你刚挖开的话 它一般都是这个咖啡色 就是我们看的那个有一个裂缝的那个位置的颜色 是吗 对对对对 记者了解到经初步钻探发现 附近古稻田总面积约90万平方米 即1350亩左右 按照亩产量140千克稻谷 70%出米率 每人每天使用一斤米来计算 这么大面积的稻田的年产量 足够700多人使用一年 王永磊对记者说 考古队员还发现了疑似荷木渡早期水稻田 目前已经将土样送去检测 此外 遗址周边还出土了少量桃片 并发现了疑似木制陆基及灌溉系统 这个最早期是我们还是讲的 我们这里这个区域还有荷木渡文化早期的水稻田 这个荷木渡文化早期水稻田 它是6300年以前 我们已经采了药去做碳14测年 但是这个数据还没有出来 我们现在这个考古发掘 就是这个山边上可能会有一些沟 这些沟还有一些就是这个 到田的这个田面上 它会有点凹凸不平 可能就是它的一个灌溉系统 然后另外就是我们 我们现在这个发掘区有些这个田梗 它中间是有中间是有断的地方 这个断的地方它就是一个灌水跟排水的一个缺口 除了水稻田之外就是周边的像这个山边 我们发现了一些这个沙藤 沙藤里面有一些这种桃片 可能是一般的这种聚落的垃圾藤 现在我们因为挖的区域比较少还不是特别确定 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水稻田周围是不是有 就是紧挨着水稻田是不是会有一个当时的村子 我们还不是特别确定的 据介绍施澳移植古稻田的发现表明 稻作农业是和睦度文化到两主文化社会发展的经济支撑 是养活众多人口食物的主要增长点 为全面深入研究长江下游地区史前社会经济发展和文明进程 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材料 古稻田堆积与自然淤积层的间隔 反映了距今7000年以来 发生了多次波动比较大的环境事件 为研究人地关系提供了新材料